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久 实力总归比刘斩仙要强一劲 我闭关之后有大开武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战我 配不配 这一拳就能说话 你们吹牛自材真信了 趁早醒醒吧 他们怎么会这么强 明明晨岛都能打败他们的 这是为什么 怎么回事 杨八师 赵日天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如果连三位师兄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岂不是白宋 好像刚才陈岛击败了第三学院的天交 我们难道要寻求陈岛的庇护 这听上去有些不太靠谱啊 主战速军 别再莫莫唧唧了 可恶 都给我顶住 我们一定会获胜 陈岛击我一起冲 疫情垃圾 刚开始被你们吓了一跳 差点把我们给唬住了 不行 不行 我们完全不是对手 怎么会这样 可恶 我三人闭关十几年 竟然还不是这些人的对手 多几时间 下手利索点 不急 那边还有几个站着呢 正好 那几个都还没让我打过瘾呢 我去把他们解决了 你们几人是跪下投降 还是让我出手 打碎你们的乞丐骨 再跪下投降 你过来 你再对我说话 不然呢 就是你 过来 你敢命令我 你一个龙椅竟然敢命令我 废 害怕啦 竟然害怕啦 就别放狠话 你要真有种 就过来和我单挑啊 笑话 我会怕 这就过来宰了你 单挑什么 来啊 让我看看你有几分本事敢和我来 大家 这傻货还真敢来 求他 早就等不及了 一起上啊 你们不讲武德 好了 差不多了 都停下吧 可别说我们不讲武德啊 这确实是单挑 只不过 是你 单挑我们一群 这 这就解决了一位无敌天骄 这也太无耻了吧 虽说是以多胜少 不过毕竟也是赢了呀 呸 看着吧 这下他们是彻底惹恼对方了 你们这些无耻的小人 说好了单挑居然群殴 不可饶恼 不可饶恕 怎么 不服 那你也来和我们练练啊 混账 等我把你 揍到跪地求饶的时候 看看你的嘴是不是还这么硬 来 我倒看看 是谁会被揍到跪地求饶 陈哥 这次不群殴了吗 不用 这种货色 其实 我一人就能活劈了他 真是不自量力 一个第五学院的拉姐 哪来的勇气说这话 好 先吃我一剑 一剑都扛不下来 还敢吹牛 你竟然有如此实力 好 难得有人 只得我发挥出全部战力 再来 第二剑 斩 这 这怎么可能 还没完呢 第三剑 怎 怎么会这样 这陈道又如此实力 我没再做梦吧 这下子糟了 我们这还怎么完成大皇子交代的任务 第一学院的天教失败了 师兄 我们怎么办 走 快走 还愣着干什么 他们不是对手 我们更不是对手啊 陈哥 你帮家伙见势不妙要跑了 那就追上去啊 一个不留 之前还嚣张跋扈 现在想跑 晚了 早看这两个混蛋不少了 敢犯他们 喂 别逃啊 这次真的和你们单挑啊 都敢趴下了 那么现在 就剩下你们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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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